大家好,我是国外修禅 今天是2021年12月17日 周五,咱们做一下复盘 同时对于未来的行情做一个展望 那么今天的市场变脸 金融、基建、科技、新能源、周期等资金如何去选 那么今天视频当中会提到一个比较 就是什么板块、什么方向 可能在2022年会有不错的一个机会点 或者是更值得期待 那么随当下的风险更大 好,咱们先从板块 先从指数再到板块 然后进行详细的进行解读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商政和创业板 那么对于商政指数的话 其实大的一个框架依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什么大的框架呢 大震荡 这个大震荡的话 例如上方3730一带是有沉压的 下方的话3380到3400 它是属于在这个区间这里震荡 只不过当前在震荡的大的震荡想起的上沿附近 那么在上沿附近的话 极度分化的一个剧情 接近于白骨涨停的同时 那么又呈现普遍的一个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核心 一个是节奏 操作层面是节奏 然而 战略层面的话是仓位 仓位重的 可能这两天的话呢 心情会沉闷一点 仓位轻的 可能呢 也会踊跃一点 在寻积积的寻找 有没有什么板块 什么个股 调下来是新的机会点呢 其实你的心情最终还是 绝大部分人 你的心情还是被你的仓位 被市场的涨跌所左右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 尽可能自己冷静下来去看待这个市场 那么怎么从周开日开 分钟图来去看待 咱们先讲一个大的一个视角 大的视角还属于这个震荡 这个震荡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只要说没有重大的一些货币政策 大的一些政治推动 那么呢 这个位置他想要相似上突破 而且呢 在走出主生走出大的一个节点 目前为止的话 是看不到这样的逻辑的 一经济是面临下行 或者是经历面临一定的挑战 在这的话呢 全球范围里的话呢 他也是没有更多的一些利好的公正 这个位置呢 他想要 例如说呢 从3600 3700点的位置 再往上进攻几百个点 我觉得呢 一时半会儿 先不要有这么大的乐观 所以说呢 在平台上沿是要谨慎 那么如果这个位置一旦调下来之后呢 靠近平台下沿的位置的话呢 反而又是新的机会点 而且咱们前面做出过这样的一个推演 什么推演呢 下方的趋势线不能破 如果破的话呢 他会直接影响2022年的行情节奏 但是呢 只要不破的情况下呢 他就会面临一个新的剧情 什么剧情呢 他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日线的中枢的延伸 延伸的话呢 一旦上演九段升级 那么呢 他是可以作为什么 作为由日线级别中枢升级为周线级别中枢 然后呢 再走向上的一段 什么意思呢 从这个视角来讲 如果说这个位置震一震 没有上去 而后往下来了 那么如果说调下来不破下方大的一个趋势直升 给出日线的一个线团下 三层的组织列行下 一旦调下来之后 他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这样的机会点 那么他的机会点 对应什么 对应了一个空间 或者对应了一个结构什么呢 这个位置一旦把它作为周线的 作为什么 作为周日线级别中枢 延伸升升级为周线级别中枢的话 再往上的话呢 他是期待一个周线的向上离开段的 周线级别的向上离开段 那么对应了就是日线的组织类型 日线的组织类型 不管是日线的盘整上还是趋势上 那么对应的话呢 例如说这位置从2440涨到32008 那么这个位置 他只是走了一个日线的一个盘整上吗 日线盘整上的话 那么对应的 他的一个节点呢 是将近800个点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后面在一个日线的线转下回落 或者是不破下方这个趋势支撑 然后作为日线的中枢延伸 升级为周线级别中枢 再往上的话呢 那么例如说他调整在以什么位置 作为起点呢 例如说在3000 好 例如说的话呢 在3400上下 在3400上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再往上的话呢 他甚至可以去考验什么呢 从3000 例如3300 3400 这一带啊 就属于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回落下跌不破大的这样的趋势支撑线 这个趋势支撑线主在的位置3380 附近 如果在3400 附近的位置作为起点 加什么3400 加上800个点的话呢 他实际上是4200 甚至到 甚至4200 4500一带了 什么意思呢 但是这一种推演的视角 不是说未来一定会发生 直播呢 给他相当于提供一个 提供一个思考 那么反之如果这位置破了怎么办呢 这个位置一旦破掉 那么对应的中期的趋势一旦破掉 那么对应呢 他是走这样的一个 继续的日线级别的向下调整 日线级别向下调整的话呢 那么少说以一个季度为单位 那么的行情不会太好 所以说呢 当前还是大的震荡 但大的震荡的一个节点 这是从大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的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保持平常心 那么我们再来看细节 列出从周开日开和30分钟5分钟 来进行多维度进行推演 所以说对于当前的商政 只说的一个观察视角的话呢 短周期来讲 个人认为还不具备爆发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 从时间上面来讲 认为呢 这个时间不是特别对 为什么呢 每年的12月份 他是不管是资金扎上也好 咱们前面其实卷到过 在11月底的时候卷到12月份的话呢 他不太容易出现持续性的方量 这是每年的12月份 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来去观照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 越往上越紧慎 但是呢 如果是后面真的调下来之后的 还看他调的方式 如果不是急 不是把这个曲子线跌破的方式 而是呢 给一个30分钟的类型下 日线的一个线段下 不破 那么作为中初衍生升级 那么他可能是面临更大的一个机会 甚至组生都有可能 但是这是一个思考 这也是一种分类的思想 然而我们再来从周开日开 好 从周开的一个维度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于本周 他实际上一整周来讲 就是一个高开低轴 高开低轴的话呢 那么对于呢 当你还在五周均线的上方 那么下周的话呢 很重要 下周的话呢 防范呢 是就是这个位置的阴阳 如果说他能够保持阴阳交替 还是好的 就说下周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讲了 他的一个下方重要的支撑节点呢 是在3600一带 3600的话呢 大概的会有一个支撑 就说这个位置下探一下 最后还会有一个相反出的动作 但是后面现在反抽的话呢 看力度了 如果说能够阴阳交替 能够 能够做了一个反暴的做法 他还有机会呢 再往上攻一攻 但是呢 如果说后面 即便反抽了 反弹了 但是反弹的量能比较弱 反弹的力度也比较弱 那么的话呢 也是要以震荡 以谨慎的一个视角 那么比较弱的一个表达什么 是需要防范的 这个防范是什么呢 这个防范的节点就属于 直接继续关心 继续往下 然而收在五周均线的下方 收在3600点的下方 这位的一旦周线的顶分 一旦成立 而且是强顶分一旦成立 那么防范的是周线的一笔下 这也是和咱们刚才日开线的 一个一种推演的 一个公认 好 这是周开的一个维度 当前周开的话呢 先看五周均线 好 那么我先看日开 日开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剧情对应的话呢 咱们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讲到 上周四的阳线尸体 作为防范位 那么今天实际上是一个反包 阴线 把上周四的阳线呢 给覆盖掉 覆盖掉的话呢 实际上还属于空图 从当前来看的话呢 它还是属于 空图的一个强有力的反扑 反扑的话呢 从3708的位置以来 它实际上在走日线的一笔下 日线一笔下的话呢 但是下方为什么说 3600点的位置 以待这个位置 只有个支撑的节点呢 其实要看什么 要看细节 这个细节呢 要看分钟图 但是它的当前的一个 走法的话呢 从日线的一个层面而言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耐心等待日线的 一笔下的完成 和强底分的出现 这是对它的一个剧情 好 然后我们再看从分钟图 分钟图的话呢 那么当前已经在走 30分钟线段下了 30分钟线段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节点 这个30分钟线段下的话呢 那么也是日线一笔下 30分钟线段下 已经在升降当中 升降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前面 30分钟线段上 当前走的是30分钟的一个 线段下的一个表达 这个线段下的话呢 那么后面观察的一个 重点是什么呢 从30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讲 那么对应的前面呢 因为有一个中枢的一个 可以用中枢扩张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看待 看待的话呢 例如说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在3600一带 咱们这五分钟会看得更加的清晰 就是说呢 这个位置大概率 3600点附近 其实呢 现在3630到3600点的位置 也是大30个指数点嘛 就是呢 往下 就那向下的话呢 大概的在3600点附近 还会有一个 再度相反出的动作 那么都看力度 力度强 好一点 多玩 多玩两天 而是在平台大平台上演 力度弱的话呢 风高 肠位重的 又给你一次 降低肠位的机会点了 好 这是30分钟 看五分钟的话呢 为什么说3600点一带 还是有一个 支撑的一个节点呢 我们来去手动的去画一画 从3488点位以来 从两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的话呢 是用趋势线的维度 3448点位以来 对应的 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当前还属于这个趋势线的 趋势线的 这个上行通道的一个趋势支撑 这个趋势支撑的话 当前位置还没有破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这个位置呢 是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中枢 好 向上 好 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什么呢 作为第二一个 五分钟中枢 只不过呢 这个第二个五分钟枢和前面呢 它是有这样的扩张的 这是可以这样去处理 就是扩张处理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上方在什么位置呢 3600点附近 这个位置一旦做一个处理的话呢 五分钟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中枢扩张 来进行处理 所以说呢 中枢上延 3600点一带 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个位置在3600点一带 它是有个支撑的节点 这是利用扩张的一个处理方式 来去看待的 咱们前面呢 是把它作为五分钟的 中枢延伸 来去对应 好 这是用五分钟的视角 那是对于指数 然后呢 我们再看创业版纸 对于创业版纸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咱们近期对它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一直是 谨慎多一点 为什么呢 防范的是日线呢 这是一个中枢 日线中枢 这第二个日线中枢 相当离开段 相当离开段呢 进入贝尺段 如果都突破前面高点 日线的大一脉 那么呢 它的对比方式是什么呢 它的一个对比方式是属于 好 我们来去细化一点 它的一个对比方式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这位置是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 好 那么它的一个对比方式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 两个中枢形成过之后 当前这位置是相当离开段 是进入贝尺段 那么当前 它的一个比较的一个基点 如果说这个位置 咱们前面讲的一个视角 相当不能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是日线的大二脉 这个位置是一脉嘛 这位置就大二脉 如果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们两者对比也会大概的发生背词的 大概的发生背词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也是新的新的一类卖点 所以说呢 对于创业班纸 咱们近期还是保持谨慎的基调要多一点 反而对于上证指数的话呢 那么它整体来讲 还是大的震荡的范畴 所以说呢 没有大幅度的上涨 那么它相对来说 安全边界也偏高一点 还是属于震荡的范畴 这是对创业班指数的一个态度 好 而且呢 今天它是一个对应的 它是属于反包的这样的一个阴线 反包阴线呢 其实当前还是属于 例如前低 前高 在这区间之内的话呢 还是一种震荡的一个视角 只不过呢 后面的话呢 对于这个方向里面 例如说像今天主弱的 像半导体 包括像锂电池等等 就是呢 我们要知道一些板 如果说一些高 偏高位的一些板块 一些方向的话呢 要保持警惕 它是对指数的一个态度 这是大的一个视角和结构 小中期已经呢 眼下怎么去判断跟踪 然后再看板块 板块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例如说 咱们签开大的方向 细节的话呢 咱们在后面的视频当中 再去细讲 例如说金融基建 科技新能源周期 资金如何选择 分了几个类 例如说 首先有一个态度的话呢 这是咱们近期讲的 次数比较多了 不过呢 有的朋友可能 深以为然 也有朋友的话呢 不以为然 没关系 只是一个观察视角 第一 新能源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但是是非常不好的位置 这是咱们前面讲的多次的 对应的 例如说 像 尤其是像 离电 那么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不管是光伏也好 还是说像 离电磁也好 它方向是肯定是没的问题的 而且呢 未来几年来讲 像新能源 尤其是一些清洁能源方向的话呢 它是它已经是一个属于 时代的一个风口的一个地位上面来讲了 甚至说呢 从政策层面来讲的话呢 也是能够看到一些依序的 但是人家属于什么呢 前面走了一波又一波之后 你非得在这个位置去看好它 非得在这个位置呢 去坚持它 非得在这个位置 其实当前这个节点的话 和前面这个位置 它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吗 没有 就当前这个位置和历史的阶段性的这个高点 有本质性的区别 没有 为什么 我说没有呢 一波组生过之后 三长亮亚背离 MICD顶背离 一波组生过之后 利亚能衰竭 MICD死它 然而利亚能出现这样的衰竭 MICD顶背离 那么它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的话呢 或许会迟到 但是它不会缺席 什么意思呢 像这样的一个调整 你看指数来讲 可能也没跌太深 对不对 但是对于这里面的一些个股来讲 它可能会面临腰斩 甚至说呢 甚至 甚至说60%以上的这样的跌幅都有可能 什么意思呢 对于 大家可以取一反三 就是说呢 在未来一段时间 对于指数来讲 它不见得会出现过于巨大的 这样的一个涨幅和跌幅 但是呢 这里面有的个股 它可能依然会走主身 开始慢慢走好 也有个股的话呢 可能会面临腰斩 甚至说呢 腰斩以上 所以说呢 这就属于 这是一种常态 就是对于光伏板块指数来讲 方向是好的方向 但是呢 位置它不是有好的位置 这个基点呢 它也是呈现量价的顶背离啊 包括呢 在这个基点 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 背驰的一个状态当中 所以说呢 后面如果说调的更充分了 你再去把握它下一个机会点 再下机会点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不要怕不给你机会 它前面调了之后 是不是每一次都有一个小的平台啊 先给你一个平台 给你一个平台 就是呢 先调调够了调深了 它会有一个摩底的过程了 那么当天这个位置 即便呢 即便分析过之后 后面 它如果说后面又有消息驱动了 又往上冲一冲了 你追还是不追呢 我是不追的 但是呢 对于很多国有来讲 有的朋友 你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实际上也会刺激比伏 只不过呢 从板块 从位置上面来讲 我只是对它的态度是属于好的方向 它不是一个好的位置 如此而已 既然不是一个好的位置 那么对应的话呢 你要么不参与 要么呢 用很小的仓位 用什么呢 用这样的一个 用这种超短的视角 你玩一玩也无妨 但是呢 这是对它的态度 那么包括呢 像李定 像能源池 能源池 咱们前面也讲到过 它的一个视角 什么呢 量价顶背离 MICD顶背离 然后的话呢 好方向不是好位置 这就是它的一个视角 而且呢 不要小瞧 它指数可能跌得没那么深 没那么快 真的有些个股分方式比较明显的 李定池也是如此 李定池呢 给它讲到量价顶背离 MICD顶背离 好的方向 它不是好的位置 它不 它不经历非常非常充分的调整 它都很难有这种大的 再次出现大的组成的机会的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方向 这是高度要警惕的 就是新能源方向 就是属于对应的 那么这里面 这几天走的偏强的 像新能源 这个新能源的话呢 当前它的结构来讲 它前面调下来 靠近140的区域 又走了一波 走了一波 这里面但是有一个节点 什么节点呢 你可以用技术的视角来讲 例如说守着一个阳线 后面守着下来放平台 守得住 还能阵阵不排除 再往上攻一攻 但是一旦守不住了 那么及时的干嘛呢 及时的防范风险 如此而已 所以说呢 对于尤其是像光伏 锂电 新能源车 当然了 能源车里面呢 它有很多分支啊 不管是汽车配件呀 汽车 整车呀 包括了像 无人驾驶呀 等等 但是呢 这里面像汽车配件里面 像无人驾驶里面 可能也会有一些 局部的细节的方向 或者是一些 局部的个股 可能后面也会有机会 也会 不但走前 但是整个板块 像新能源 像尤其是锂电池 光伏等等 它是属于好方向 不朝位置 当前的话呢 个人认为是属于 风险 大有机会 要警惕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像金融 金融里面的话呢 一时半会儿 我们来看 对应的 尤其是 证券保险银行 这里面呢 咱们近期点评的 多一点的是谁呢 是证券 那么证券板块呢 因为它 它的对它态度呢 是震荡 而且的话呢 大周期震荡 小周期也是震荡 就是它的安全边际 会偏高一点 但是它的持续性 爆发性的话呢 要观察 要跟踪 因为目前为止的话呢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 持续性的量能的一个爆发 没有量能爆发呢 对于这个 这样的板块来讲 它呢 用低吸高抛 但是后面的话呢 不管是它 这个位置 会不会再低下来 那么呢 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 越往后 对它的关注度 可以适当的增加 为什么呢 如果说 想有行情 证券板块 它一定会 不会缺席 只不过呢 在它没有表现出来之前 你没有必要投出 那么多的兵力 去在里面耗着 因为为什么呢 它有 证券板块呢 历史的一个股心来讲 要么一大波 或者一波 爆发式的行情 要么呢 长时间的 这种震荡 或者是 阻弱 不管是阻弱也好 震荡也好 我觉得是特别消耗人的耐心的 而且呢 对资金来讲 也是一个 长时间的这样的占用 没有意义 但是呢 如果说 对应的量能够保持住 然后的话 整个板块 它不是说003产的 一只个股涨停 两只个股涨停了 然后立马又 又携菜了 而是一群 背后呢 有证刺 然后呢 技术层面 能看到资金 个股层面呢 能看到核心的风向标 你可以再这样去 跟 完全来得及 只能越往后面 对它的关注度可以适当的 就是每天观察一下 每天观察一下 如此而已 这是对于金融的一个态度 就是安全边际 当然是属于震荡 安全边际 从长周期来讲是偏高的 从短周期来讲 它还是震荡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例如说 像 基建 基建里面 这里面重点 以建筑工程为例 什么意思呢 对于基建方向 对于 尤其是建筑工程 咱们举个 就以建筑工程为例 建筑工程为例的话呢 那么从 中长的一个视角来讲 这一定是一个可以用 可以用中线 长线的维度去关注 重点关注的一个板块了 为什么呢 不管是 从经济的一个维稳的层面 还是说 它本身的一个位置层面来讲 它调的比较充分 调的比较充分的 当前位置比较低 位置比较 整体的位置比较低 整体位置比较低的话呢 它的量能 近期的量能是有表达出来的 量能表达出来的 它的一个位置来讲 又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平台的一个突破 平台的突破 中的回踩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们对应了阵阴阵 那么如果说用中长的一个视角 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这里面应该能够挖掘出了一些 好的一些 机会点 但是呢 你要用 这是一个中长的一个视角板块 也短时间 它的一个爆发性 持续性来讲的话呢 这一块 需要去 去具体去看待 具体去跟踪了 而且呢 从它的一个调整来讲的话呢 我们来看 这是一大波调整 日线的盘整下 日线的组织列行上 然后呢 再往下的话呢 它这个里面是构筑这样的一个 两个大的这样的中枢的 两个大级别中枢的话呢 那调整是非常充分的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中枢的 向上离开段的回式 回式的话呢 对应的 不管你是用 用什么 用这样的一个中枢的 延伸也好 还在说 有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突破之后回踩 确认也好 用传统视角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量能又有明显的表达 所以说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这样的板块 它比较适合 或者说呢 已经从它当前的位置 和它的量能来看 是能够看到一些机构资金 已经在潜伏了 那么 什么呢 板块容易走强的 一定是有中长线的资金进来 它一时半会儿不准备走的 你短时间 你涨个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你跌个百分之十百分之三十 有些资金呢 它进来之后 它不走了 后面的话呢 不管随着时间的推移 消息或者政策还是干嘛的 最终呢 它慢慢的才能够走起来 所以说对于建筑 工程方向的话呢 那么后面还 可以去 做一个观察的对象 但是这个观察对象 是中长期的一个视角 什么意思呢 就属于列说 这是一个小的平台 正也是一个小的平台 那么短时间来讲的话呢 列说 后面如果说给出这样的小调整 它可能面对小机会 大调整可能面对大的机会 但是你要用 更大的时间夸度 不是说完过之后呢 哎呦 这个位置 我现在能不能 中长去搞呀 能不能 能不能满长去买呀 如果说后面调了10% 调了15% 整个板块 还调了10% 你是不是又六神无主了呢 首先这样的板块 它当前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一个是 不管是从政策层面来讲 那么明年的主基地 还是以维稳 稳经济也好 稳民生也好 还是说是 以稳字为主 那么建筑方向 它主要是 当前的安全比较高 但是如果说 后面出现新的主流的热点 然后有政策的一个推动 那么吸纳主流的资金 那么这个板块呢 它也可能会被资金的一个 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抛弃 或者是承压 当前只是对它的一个态度 它的位置偏低 近期的量能保持的比较好 那么呢 偏稳一些 好 这是 对于建筑工程 但是建筑里面的话呢 具体各个具体分析 要结合它的业绩 结合它的一个 基础组织 好 在这的话呢 像周期方向 周期方向的话呢 对它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咱们前面更多的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底位 周期 那么底位周期里面的话呢 不管像 其实像上本周 包括近期 像煤炭钢铁 包括稀土 其实都是有过轮动的 有过表达的 只不过呢 它的一个表达在没有 在 没有什么呢 没有 期货市场的公正 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 词运的一个资金的表达 它只是一个超跌反弹 超跌反弹之后呢 后面可能还有轮动 但是这里面的话呢 更多的还是 以 具体的基础走势 如果已经明显破位的 还没有止跌的 或者是 叠加一些 离电池能源池方向 在天上飘着的 那么要远离 好 这是周期方向 周期方向里面的话 包括像 像电力方向 它既属于 周期 它也属于能源 新能源里面的话 电力是可以当成一个 后面的 中长期来讲 可以反复去观察的 一个板块和方向 好 再者就是科技了 科技的话呢 咱们对它的态度的话呢 是属于什么呢 对于 一些科技 尤其是 尤其是前面调整 比较充分的 然后呢 我们也说像 不管是像软件服务呀 包括的像创投呀 包括呢 像这里面 收支货币呀 等等 就是呢 它是一个很宽泛的 一个方向 这个宽泛的一个方向的话呢 那么要结合具体的 就那核心考验呢 是自己的站的一个折股能力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视角呢 一 调整充分 二 业绩呢 有直升 三 近期有量能 三个维度 然后呢 再按照一定的节奏 去跟 这是对于科技 科技的话呢 那么未来它是持其比伏 必要活跃 好 这是对于板块的一个思考 所以说呢 如果说大的环境 接下来就 接下来如果大的一个环境 而市场趋于数量 然后调整 实际上呢 是更好的去挖掘未来的机会 但这个未来的机会呢 不是单纯的去预测 去猜测 去干嘛的 而是呢 哎 结合它的调整的充分程度 结合它当前的量能的表达程度 结合它 某级别某类型的买卖点的一个视角 在这个基本面的公正 只能去试机会 那么如果说真的上涨了 那么什么板块主带动呢 好 这是对于盘面的一个复盘 讲的算是 更多的次用于 对于指数 对于板块的一个思考 后面的话呢 就是 且走且看且分析 就是呢 立足于当下 然后呢 以走势为根本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呢 不断的去校正对市场的认识 就是呢 你的认识只是当下 基于已经走出来的走法 那么呢 随着时间的 发时间的变化 走势的一个发展 那么呢 要不断的去校正自己 市场永远是对的 那么呢 虽然披露了 只有可能是自己 所以说呢 一定不能一根筋 不能觉得 今天好像是 是不是对建筑 工程方向 未来看好呀 结果呢 接下来 他涨 你也不问青红照片去追 调的话呢 又不知道怎么办了 咱们只是从中长的一个思考的角度来讲 结合当天的位置 他如果后面真调下来之后 看他 只要说呢 有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表达 可以指出当天一个观察视角 以上呢 只作为参考 不作为买卖一句 后面的话 咱们会不断的进行 立足于当下 不断的进行分析 好 跟踪 好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三十号再见